一個品項優良的海綿蛋糕 除了蓬鬆之外 用手輕壓還會回彈喔 大家好 我是米克老師 今天要教各位製作的是海綿蛋糕 海綿蛋糕 是屬於丙級烘焙西點蛋糕項目 看起來簡單的海綿蛋糕 是基礎蛋糕的測試 記得 麵糊不得過度攪拌 倘若過度攪拌 則會影響成體的同鬆感 我們要製作每個麵糊重550公克 一考試抽籤會有3個、4個、5個 那我們今天為各位示範的是3個 我們的材料如下 我們現在先製作海綿蛋糕的麵糊 首先我們將全蛋跟蛋黃 放在一起 接著我們將我們的砂糖 還有我們的鹽 一起倒入 倒入的時候呢 你就要開始攪拌 否則你的糖很容易就結塊 稍微拌好之後 我們要進行隔水加熱 各位同學在進行隔水加熱的時候 先要小心 熱水才不至於溫到你自己的身上 我們隔水加熱不要超過42度 因為超過42度 它的蛋就會開始變熟了 這個階段很重要 如果你的蛋加溫不夠 等一下我們的麵糊就沒辦法打發 我們現在將我們的蛋液 倒到我們的攪拌缸內 記得你的缸底有水 一定要把它擦乾 一樣我們是用球狀的攪拌器 我們開高速 攪拌的時間大約是6分鐘 在我們攪拌了6分鐘之後 我們來檢查一下 這時候它的麵糊呢 是呈現光亮的 那這時候我們將要轉中速 轉於中速後 我們大約打的時間是2分鐘 大約2分鐘的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麵糊 將麵糊拉起 在上面輕輕地化圓 它上面的麵糊不會容易消失 這樣就是打發完全 麵糊攪拌完成之後 我們先將奶水的部分製作起來 這是奶粉 這是熱水 先將奶水混合 我們再將沙拉油 放入 這個在旁邊備用就可以了 接著 我們要過篩我們的滴粉 跟我們的玉米粉 建議是最後再過篩 以免你太早過篩完 它又竭力 我們把我們的麵糊 輕微的攪拌 我們把我們的麵糊 分兩次加入 這時候我們從缸底 將麵糊 輕輕地搶粉 滴粉 輕抖 這個步驟很重要 你要避免麵粉在裡面竭力 所以每一次拉起來 都有輕微的抖動 我們再將剩餘的麵粉放入 平均地灑在我們的麵糊中間 那我們重複剛才的動作 我們攪拌完全之後 我們要加入我們的奶水 我們挖一點麵糊 過來這邊 奶水這邊 也是為了讓它比重 比較接近一點 大致和勻之後 我們再將它倒回來 也是從缸底 慢慢地往上翻 接下來我們要把我們的麵糊 填到我們的烤膜裡面 那由於這個大缸它很重 所以呢 我們通常都會拿這個小的攪拌缸 墊在下面 你比較好入模 接下來我們將每一個烤膜 550克的麵糊蹭入 那同學呢 在入烤膜的時候 先要記得就是 你的這個缸 你要淺斜點 不然你會弄的桌面 到處都是麵糊 會導致你的麵糊重量不夠 我們最後一個填入完成 接著我們準備進入烘烤 我們入模烘烤前 一樣 將裡面比較大的氣泡震出 接著我們進入烘烤 上火200 下火140 先烘烤15分鐘 表面上色之後 我們再轉向 我們烘烤了15分鐘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表面只要有上色 我們就可以掉頭 各位可以看到 它表面已經上色 各位可以看到 那這時候 我們準備掉頭 這時候 我們把我們的上火 改成160 下火改成150 先烤25分鐘之後 我們再進行判斷 那在我們第一次烘烤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它熟了沒 我們拉出蛋糕之後 可以用手輕輕的按壓蛋糕的中心 蛋糕會回彈 沒有留下明顯的指痕 這樣子就熟了 那我們準備出爐 出爐之後 一樣我們要輕敲我們的烤盤 這時候我們趕快將它倒扣 等到我們質量完成 我們再來進行脫模 我們等冷卻之後 我們先拿起來看 看我們的海綿蛋糕 是否有高粗模具 如果有高粗模具的話 它這樣子倒扣在成品架上 它就會有這個網痕 那我們打開之後呢 我們拿這個刮刀 輕輕的 將邊緣繞一圈 因為我們用的是活動模 所以我們從下面輕輕的往上推 它就可以推出來了 那這時候 把我們這一個 抹刀一樣放進去 把多餘的蛋糕屑 輕輕的拍下來 輕輕的拍下來 把多餘的蛋糕屑 好 脫模完成之後 這個就是我們的海綿蛋糕 海綿蛋糕的麵糊打發後 我們就要跟時間曬好 加入奶水與麵粉時 需要注意不要過度的攪拌 以免產生消化的情形 以上這些重點 希望同學多多注意